那么这期视频呢就是这个A2000的散热器吧 那这个就是我的这个建模 建模这个这个显卡的散热器 然后用的是铜笛 然后为了做这个我把这个显卡这个显存啊电容啊这些全都量出来了 然后再去画这个散热器 然后这个风扇罩子这个导流罩呢就是用3D打印 这个打印的质量可能不太好啊 这个还需要这个抛光 因为我这个是FDM的3D打印机就肯定不如这个光固化的了 然后这个桶底呢就是用这个加工中心去加工 这个先把这个把这个铜板先把它洗平 然后再去把这个这个对应的这个孔啊 还有这个接触面也给洗出来 然后呢再去打磨 因为这个洗完了之后啊这个是有这个刀纹的嘛 这个刀纹可能就不太好等下了这个焊接 那所以要用砂纸先把它给稍微的磨磨平一点 就不要那么粗糙 然后再用这个洗板水给它洗干净 把这个表面洗干净 然后再用这个含银的这个焊细膏去给它涂上 去等下来焊接 那涂的这个厚度和量呢也要掌握得比较好 因为我也很久没有去搞这种DIY散热器焊这个散热器 我就只能先就看一看试一试啊 因为上一次搞这个应该是六年前了 然后把这个散热片放上去对下大概的位置 因为这个我没有做标记啊 然后前面是放这个纯统的散热片 然后再用这个夹子把它们给牢牢的夹在一起 然后再用这个热风枪去焊接 我就调个400度吧 然后这样均匀的去吹它 然后这边也吹 那因为这个温度比较高啊 所以呢这个铜它会变色 这个也是正常现象 不过变了色之后 其实它就不会再继续生锈了 因为默认的情况下 你去把那个铜磨得很亮 但是稍微摸一摸它就又生锈了 其实那样还更不好看 然后再把这个原装的风扇给装上去 这个风量虽然很小但也够用 之后如果还是压不住的话 就只能换这个单槽全高 或者双槽全高方案了 然后我们给这个显存涂上硅脂啊 就不用这个导热电了 因为我设计的时候也没说用导热电 就直接用硅脂 和那个之前那个3090 那个显存散热是一个一个道理啊 然后呢装装后面这个背板的时候 我就不是也不算背板 这个压板的时候我就发现 因为它是A2000是两个螺丝 就是如果你把这个显存也用这个硅脂接触的话 就还是有一定几率 就是不能让六个显存都紧紧贴在这个散热器上面 就也是个设计的问题吧 就不像四个螺丝那种普通显卡就可以紧紧的贴住 所以呢我就只能又压了两块这个铜板到这个两边 这样让这两边的这个显存就可以贴到这个散热器上了 那这就是组装完成后的这个显卡了 这个虽然很小 但是比较有分量 然后把它先放到这个巴卡矿机里面去进行一个挖矿测试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温度还是挺理想的吧 这个GPU1和GPU2是这个原装的没有改的 就刚刚也看到了 那GPU3就是这个改过了这个A2000 那可以看到它这个温度是60和68 就基本上只差了8度 但是也不算少啊 因为我感觉啊 理论这个东西如果做得好的话 应该可以差个4度 有可能这个显存它还是没有紧紧贴住这个散热器啊 之后还是要给它做个这个背板 让它贴进来 然后这个默认的原装的这个就差了很多 都差了将近20度了 然后这个温度也很高 但是单论核心的话 它并没有降多少 因为这个A2000它这个 这个叫什么 它这个体积就这么一点 这个也没有办法了 就之后只能把它做成这个全高双槽的了 然后我们就来测试一下这个其他的这个性能 我就拿来还是之前的这个测试机 这个东西显卡拿到这个手上还是挺有分量的 毕竟这个铜这么厚 然后因为这个挡片就我没有这个螺母固定上去 就只能悬空在这个地方了 然后我外接供电吧 因为改了功耗墙 所以就只能用个这个公头的这个线给它插上去 插上这个12V这个地方 就先这样 先这样吧 因为反正只是测试 然后再插这个miniDP 然后我们开机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基本信息 这个也没什么变化 就看这个功耗 功耗就基本上就只有原来一半嘛 就是改了这个功耗墙改了电阻 那所以呢 他现在的功耗墙就是140W 然后我试了好几次 这个在这个小飞机 小飞机这里设置成80% 这个跑福尔马克的这个功耗就差不多是90 92W 然后呢 然后呢就先就直接跑一边这个Standing Mark吧 然后去比和上次这个原装风冷和这个没有改功耗墙这个相比看它能提升多少 那跑的时候呢 那跑的时候呢可以看到这个功耗已经是 已经又是跑满了 跑到这个 这个46×92W 93W 这个频率也是比较高的能1.5G多 好那么这个分数就跑完了 跑了6700分 那相比于上次啊 上次这个原装状态下就直跑了 直跑了5976 那这个提升还是挺大的了 好呢 然后我现在再把这个功耗墙给去掉吧 看能不能赌一把 我们看到它能跑多少分 那么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功耗已经到了136W了 这个功耗已经是非常高了 这个核心频率已经将近这个1.8GHz了 不知道现在这个供电那边温度有多少 因为我现在用手去摸这个散热片 其实是非常很烫的了 因为原装这个风扇实在是太小了 吹出来的风也特别热 好那么这个分又跑完了 它既然能跑到7500分 这个已经 已经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比这个原来的这个 原来的这个才多少 5976分 那提升了 已经已经快一张半张显卡 然后我又稍微调了一下这个参数 在小飞机里面 我把这个功耗调成90% 然后这个核心频率加100 看能跑多少分 因为不改不限制这个功率的话 这个温度还是太高了 现在就只有65度了 刚刚都已经去到这个86度了 那么这个分数呢 就降低了稍微降低了一点点 只有7437分 但是它这个功率就只有100 刚刚是100多瓦嘛 就比于这个137瓦是要 这个能耗比是要高很多的 然后我又把这个核心频率又加了100 然后功耗100% 那它现在这个核心都可以到1900了 蛮高的了已经 那么拉了一点这个平 核心频率之后呢 这个分数已经到了7869 又高了一点 那我再来看看 拉一下这个显存 看看能不能到8000分 那么提了显存频率之后呢 这个功耗又高了一点点 现在已经都能冲到69了 就基本上是140瓦这个水平了 然后不过现在可能又是撞这个140瓦的功耗墙了 这个核心被这个被拉下来了 就没刚刚1900那么高了 但是这个分数已经出来8000多分 这个又又创新高了 这个拉的显存还是挺有用的 那虽然这个核心没有跑到1000 稳定1900吧 但是这个分数还是上来了 又高了200分 那差不多就这样吧 我也不敢再拉 再拉我怕这个卡真的要爆掉了 除非把那个空的那几项供电给加上 然后就是原神 这个我到这个稻息这个地方过来 这个地方建模也算是比较多了 然后也能维持在50帧以上 然后好一点地方是可以到60的 像蒙德那些地方是可以到60的 这个感觉是比那个 那个什么3060的笔记本要好多了 然后再来限制下这个功耗吧 我把它放到这个80试一试 看它能不能继续稳定这个帧率 它现在也可以稳定到50多 然后这个功率现在是100瓦嘛 55帧100瓦 还是可以的 那我再降一点 现在也有50帧也算是流畅吧 现在是85瓦了 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好我们下期再见